李姓前犯低着头面对媒体提问全程不发一语 他15号晚间9点被移送南投地检署复训 检察官征讯后申请积押禁件 南投法院11点召开积押庭 认为李姓前犯设犯杀人 杀人未遂私刑拘禁等罪 已经违反枪炮弹药刀谢管制条例 最嫌重大 又逃亡串阵灭阵之余 才准积押禁件 李姓嫌犯14号 闯入南投草屯康建神纪公司 对5人开枪后造成四死以重伤的危剧 之后随即逃亡躲在台中一间 阳生馆的夹层里 警方寻现待人 警方一路绷紧神经 要嫌犯不要乱动 就怕他把枪拿出来 嫌犯一次不敢下来 远近赶紧爬上夹层从后方控制 多人联手连拖带拉 把他抓下来 嫌犯被抓下来后还在笑 警方也在养生会馆里 搜出三把改造手枪 另外还有179颗子弹 就像是一个行动的军火库 从他逃亡后远警一路追踪 他的手机讯号 却发现他行凶前 预先将手机留在住处 企图制造断点躲避茶器 后来发现他到台中 跟朋友借三万块 甚至好几度换搭机程车逃逸 最后夺到台中中庆路一段的养生会馆 他当时搭机程车下车 身上背着大背包腰间挂一个腰包 东张西望 接着就往养生会馆走去 警方在多辆机程车司机的线索中 发现他的落脚处 在案发后21小时将他逮捕 而养生会馆的经理和理性前犯人士同乡同学 看在往日请你才会协助藏匿 如今也在15号晚间被依藏匿人犯罪嫌 移送调查 华氏新闻综合报道 哈喽大家好 我是乃鱼 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 第一个华氏新闻的脸书专页 你按赞了吗 还有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 赶紧订阅起来 还要记得按赞开启小铃铛哦